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etteritum 我们大概都听过这个字,Pretteritum Pretteritum是什么东西? Pretteritum就是过去式 我们之前学过过去式,还记得吗? Perfect 我们之前拍过很多跟perfect有关的影片 那个时候我们用到perfect 因为perfect是一般绘画的时候用的过去式 我再讲一下一个跟过去式有关的理论 德文如果在过去的时候开始,而且在过去的时候结束的话 那我们用到过去式 但是如果你在过去的时候开始做一个事情 那到现在还是进行中的话呢? 那我们用哪一个时态呢? 现在是就可以了 不要像英文那么复杂 我们德文就是很清楚 在过去的时候结束的话呢 那我们用到过去式 但是呢,我们有两种,对不对? 我们有perfect还有Pretteritum 那Pretteritum再一种,Pretteritum就是书面的过去式 什么意思?书面的过去式 就是说,比方说你写文章还是你看报纸 还是你看书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个Pretteritum 但是呢,我们已经学过很多Pretteritum的变化 记得吗? 比动词,sein ich war, du warst, er sie es war, wir waren, ihr wart und sie waren,很多同学忘记哦 对,你可以参考一下,之前我们讲过这个Pretteritum 这个动词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haben haben也有 因为我也是王达蛋 你要,对,他替她吗? 他,也钱乙人,他,肯穆 他,我们也有练是他们 我已经他,一只 Muslim Yahoo! 的话是, erklär言 那么好像 Mercedes,她吗? 可以跟任 我们准 你真的 刚icken 那么 müssen. Ich musste. Du musstest. Und dürfen. Dürfen. Ich durfte. Du durftest. Und so weiter. Wollen. Wollen. Ich wollte. Du wolltest. Und sollen. Ich sollte. Du solltest. 嗯,你可能忘记,很多同学会忘记了,但是如果真的忘记的话,你就参考我们之前那个过去是有关的那个影片。 所以你看,präteritum,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sein,haben,können,müssen,dürfen,wollen,und sollen。 而且这些动词,我们绘画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也会用到。 这个并不是说只有在书面的时候才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没有,我们绘画的时候也可以用到。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研究präteritum。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到过去的过去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讲到那个präteritum。 就是这么简单的。 每一天 subscribersの通常的�ient方式。 我们可以讲到这个过去式的时候。 mos Will. 我们就会讲到游戏了下会。 我们 bisa rad o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